你好… 汪勝仁, 怎麼無故請吃午餐? 你醒了 聰明 你幾時會救我幫你算算八字 是, 不管你了 老闆, 欠你薪金是不是? 你很像新感情 雜熟有頭感, 一定是當我樂俠菜頭獎 聽說, 我今天純粹心情好 所以想請大家吃午餐 享受吧, 混蛋 波蘭姐, 來了嗎? 在等你, 一起吃 好, 洗手吧 好 為什麼她知道我們吃薄餅? 下了入群組, 你們沒看到嗎? 你什麼時候? 你們糟了, 經常說句話話 你說得多 怎麼不再那單單單? 那我們要不要學過那些群組? 當然沒有 其實如果大家不想我入群組 可以退出, 沒什麼得心 不是這樣的, 波蘭姐 我們是一隊人嘛 做同事, 上班多過回家 本身應該是一個團隊 一條心, 齊齊整整才是 大家同不同意? 是 上次金醫生也和我們一起疾老闆 證明我們意見一字窗口一字對外 除了工作上的事 我們也會在群組裡聊天 是呀, 進來吹水呢? 游易申申的 那下次午餐, 請 謝謝金醫生 好, 夠了, 夠了, 夠了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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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了 我下去, 待會兒再回來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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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了 我幫你, 夠了 金醫生什麼時候和汪星人那麼友善? 上次汪星人弄傷了腰 我看他們倆還出生入 都一起生氣, 慘了 對呀, 金醫生還被汪星人挖動了 對呀, 放心把兒子交給人 你們說什麼關係? 不…上次我記得 汪星人摔一盒腸飲品 金醫生罵到他飛起 還有, 東奧做手術之前 他們倆還好像貼錯門神 但是東奧最後沒有嚴重 那到底汪星人做了什麼? 難道汪星人和金醫生 又…得道得交易? 很可憐, 究竟他們有什麼關係? 對呀 人和寵物都可以在不同環境 可以好好相處 這也是我舉辦 人寵共融慈善同樂日的理念 我希望透過這次的活動 能夠感染更多香港不同的商場 容納和接受主人帶他們的寵物 一起進去 真正做到人寵共融 而我今天真的很開心 能夠可以在這裡和大家宣布 這次同樂日的第一站 將會來到西貢區 也就是我身處的這間 Mr. & Miss Lovely Cafe這裡舉行 到時希望大家能夠踴躍參加 一起支持人寵共融 到時西貢見 停 好, 程太太 休息一會 稍後再拍幾個鏡頭就可以了 程太太, 你好 我是這裡的經理, 阿欣 你有沒有興趣嘗嘗我們這裡的飲品 我們最出門… 用Flat White就行了 Flat White代表高貴時尚, 又與眾不同 程太太只是喝這種咖啡 程太太, 如果你方便的話 有沒有興趣到處參觀一下 好 程太太… 程太太現在不方便見任何人 你真不知道, 我和程太太好朋友 我以前替他投資是我的iBanker 找程太, 找PR, 做職業 其實我真的沒事的 我知道程太太在這裡做宣傳 就打算追求舊 順便問問他有沒有興趣投資我們診所 如果他願意的話, 我們就多一塊錢 和那間連鎖集團鬥長命 就算了, 剛才可能是有多人, 又遠 所以他看不到我 有辦法幫我買到新的嗎? 人沒有, 但是Doggy有 東娘, 待會幫我做點事, 行不行? 快點… 辛苦了, 再見 程太太, 車到了, 絕時行得 又說做一小時訪問, 為何做了兩小時 你幫忙, 沒事… 沒事, 抱歉, 抱歉, 抱歉… 抱歉… 抱歉, 抱歉 冷靜, 坐, 程太太, 你沒事吧? 我嚇倒你吧? 沒事… 這就是… 這隻狗人不是很有趣嗎? 他叫東甩, 東關有東, 甩尾的甩 東甩, 向程太太打招呼吧 好有趣 程太太, 這麼久沒見 你還這麼漂亮, 這麼有愛心嗎? 你是… Toby Toe 以前炒基金幫你賺了很多錢 那個I Banker呢? 好像有點印象 程太太, 你真的很記性 對了, 你之前說的 同樂日的想法, 我覺得很好 而我本人在附近開了一間獸醫診所 如果你要找人幫忙, 一定要找我們 我們獸醫診所上下同仁 一定會支持你的蟲洞共融 人蟲共融? 是 好的 還有, 這張是我卡片 請多多指教 程太太, 我們的診所真是包羅萬有 有診證, 還有一個特別部門 行了, 如果有什麼 我做理會聯絡你, Toby吧? 接近的, Toby 一人姐, 杜三 我查看我秘書的卡片 有什麼可以聯絡我秘書 好 走吧 程太太, 記住找我 好, 我的診所叫寵愛屁屁, 再見 這次還不行, 診所有運行 老闆, 你的朋友平時都是這麼拐延 你認識你, 這些叫矜持 矜持也忘了你的名字 虛名的事, 別擔心 你們真的經常見面? 以前又不是, 以後又一定是 半小時了, 還沒有提議嗎? 那倒是 如果你們有辦法, 坐下我的位置 其實你們真的很幸福 有一個像我這麼好的老闆 老闆在那裡, 放心吧 幫你們做了一個絕世好招 接下來星期六 程太太會在西貢搞了一個 人寵共融慈善同樂日 所以我們的診所會休息一天 大家放假 但是我們會全體總動員出動 一個都不能不少 去支持這個這麼有意義的慈善活動 那就是做義工還是上班? 我已經替大家報名做義工了 到時候要準時 一起努力替診所宣傳, 好嗎? 我那天要照顧女兒 帶女兒去 我那天要去速度約會 那裡有很多損盤 我約了老婆吃寶妃, 慶祝生日 我死定了 你沒得分工, 死得更快 其實寶妃什麼時候吃都行 帶老婆去不就還有意義, 是不是? 老闆, 慈善同樂日是很有意義 不過星期六的預約不符 現在是診所生死存亡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上下一心 預約死的人是生的 把預約不符早兩天再過去吧 各位, 我知道大家為了診所 是不怕艱辛的, 是不是? 老闆 還有, 你那天帶東奈去 為什麼? 程太太之前見過東奈, 說很可愛 東奈一定很得她歡心 帶不去, 肯定幫到手 不相信的話, 問問汪星人吧 媽媽知道你帶我去見那個闊太太 逼著她什麼同流一定會生氣 你吵架吧, 糟了, 隨時要我閹就擔心 我真的想不到老闆會這樣過我一道 我對不起你, 但我無辜的, 你原諒我吧 但不用怕被人閹, 沒事的 你又搞我東奈嗎? 我不是搞她, 我跟她吹兩句而已 媽媽臉孔, 我閃閃了 你死者這麼沒義氣, 你現在才吵架 還來嗎?有什麼直接跟我說 別裝模作樣, 懂得跟東奈聊天 在這裡告訴我 其實那天, 我只是想帶東奈去咖啡店 誰知剛好那個人又在 剛好老闆又在附近 你知道老闆一見到程太太 他瘋了地衝過去 所以就被老闆抓了東奈去做斜皮 抓了他去過橋 不過有我保護情況下 東奈只是跟他打了招呼, 你放心 總之你讓我知道你弄壞東奈 我一定不會放過你 怎麼可能會弄壞